挑战12小时生活在 蹦床上 出发 这个好玩 这是我准备的超大魔方 计时器 蓝牙音响 还有几本书 所以这一期挑战一定会非常愉快 方伟正式宣布 挑战开始 我觉得打发时间特别好的办法之一就是 看书 这套书我儿子最近特别迷 多多想要去客厅拿手机 却受到了重重阻挠 大风 冰月 喷水 玩具 太简单了 这一题就比较困难了 仔细观察方格中的图案 问号处应该填什么 我们用数读的思维来解答这道题 三个Q等于 三个五角星 三角星等于五角星 我算出来的答案是 三角星等于圈圈等于五角星 那这个问号怎么填 这是我用的另外一种解题思路 还是不行 我找不到规律 这也太难了 正确答案在里面 抠出来的吗 我该不会买到盗版了吧 对对对 解密卡 用肉眼看就是这样子 然后 看到里面的字了吗 我稍微转动一下 这个发明不错呀 看一下我们这道题的答案 从右上角开始 圈圈三角形循环 所以问号处应该是圈圈 肉眼看就是这样子 这个应该叫偏正进吧 这个题耗了我好久啊 放个小时我都没做出来一道题 这个是给初中生的 各位知道这么难 我儿子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 看到了这本书里面的谜 就很喜欢 所以我跟他买了一整套 挑战五分钟还原超大魔方 计时开始 第一层第一层第一层 蓝色 红色 第一层搞定 第二层更复杂 二三四五五五五一八 现在已经还原了两层 第三层 三四五六七八 頂層已經還原好了 還有最後一步 這是最難的步驟了 上勾下回下頂上 上回下回上勾下頂 上回下回上 我把回的方向搞反了 哈哈哈哈我失敗了 再來計時開始 本來也沒啥難度 我怎麼就這麼緊張呢 十字架OK 一 二 四 四 三 啊 哇 這這這這 資料也太差了吧 直接被我撥掉了 這還怎麼玩啊 又按進去了 時間停留在這裡 真是好事多麼 我們再來一次 第三回合計時開始 不要慌 慌有什麼好慌的呢 現在要把這個方塊 挪到這個地方來 一 二 三 上 勾 下 哎呀這個 這個資料太差了 這不合理啊 這塊積木肯定出了問題 它們兩個的位置 應該顛倒一下 這樣才是對的 上 勾 下 回 OK 還原好了 這塊積木它是有問題的 我的時間呢 4分52秒 哇哦 挑戰成功 但是問題是這個積木 當時不是掉了嗎 裝上去的時候裝反了 其他地方都是完好的 你們看 你掉了 安裝完成 龍老師 幫我來一下倉庫裡的食物 這就是你的食物嗎 好 謝謝 祝你挑戰成功 辦公室突然這麼安靜啊 他們應該都在睡午覺 噓 趕緊吃完了睡覺 睡覺 這邊是我在網上買的 200個紙飛機 準備跟小星星一起玩 你們說這個紙飛機 可以飛到玩具櫃上面嗎 這誰發明的 為什麼一定要吹口氣呢 第一發 啾 哇 哎喲 這個如果不撞牆就好了 這個飛得很遠 哇 它飛到那個燈上面去了 走 哎哎哎 走 走 走 破 木在桌上了20隻飛機 一個沒中 這個玩意兒擋得太狠了 走 哇 啊啊 啊啊啊 啊啊 走 來 破 哎喲 噓 啊 我已經投了50次了 一隻都沒中 啊我好崩潰啊 你中半次也行啊 我覺得這不是我技術問題 應該是飛機的智能問題 破 哇 哇哇哇哇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你看到了嗎 啊哈哈哈哈 終於成功了 哎呀 看來有些事情也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困難嘛 對吧 我們還沒有用到200次機會嘛 真的很考驗耐心 我都要崩潰了 結果 就成了 所以大家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不要輕易放棄 你比想像中的要強大 休息一下 請問 這是什麼字 不認識對不對 這樣你們就認識了 深圳 這是它的拼音 還有一個 這是什麼字 既不是教育的慾 也不是盲人的盲 病入高荒 這個字念荒 生活中就是有這麼多的驚喜 最後一個 單人旁和中 這是什麼字 不知道吧 風流T 躺的T 這個字 我就不告訴你們答案了 知道的小夥伴可以把它的拼音寫在評論區 9點11分 辦公室的小夥伴都回家了 接下來我們來玩射擊遊戲 我的計畫是這樣子的 用辦公室裡的積木做一個靶子 按照靶子的大小和距離 設置三個關卡 這麼多 夠了 先拼底座 這是一個靶子 對 就是這種效果 OK 再推遠一點 最多5發子彈 第一槍 子彈回來了 第三槍 第二關的小人 小一丢丢 第二關 還是5發子彈 第一槍 請把神槍手打在工品上 第三關的小人 這麼大 這麼小的目標 10槍應該能中 先把子彈上滿 再來一顆 再來一顆 最後一顆 滿夾了 打下神槍才算 我太牛了 5滴是多麼 多麼寂寞 9點50 還有10分鐘 放個氣球慶祝一下 這是我給兒子買的火箭氣球 可以在空中飛很遠 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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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準備發射 誒誒誒誒誒誒 它不是應該往天上飛嗎 對 最後一次 它為什麼能往天上跑 看一下時間 10點過一分 歡迎回來 12小時的挑戰 太輕鬆了 如果大家覺得還有哪些有趣的挑戰 盡情寫在評論區 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幫我們點贊評論 轉發收藏 下期見 拜拜 真的要回家了 我現在回去還能陪兒子看看書